这是一部时尚时尚最长的音乐MV 在94分钟的时间里 我们能欣赏到如梦似幻的色彩 天马行空的浪漫 超苦时尚的穿搭 温馨甜美的爱情 这就是奈飞推出的浪漫音乐动画电影 爱月星空 故事发生在一个只醉金迷的城市 纽约 这里充满了机会 也充满了黑色的诱惑 年轻的艺术家贾巴里 刚刚搬到纽约的新家 他抱着一个又沉又大的雕像 正要上电梯时 刚好遇到了邻居梅多 梅多是个摄影师 看到贾巴里的雕塑熊十分喜欢 举起相机 记录下精彩一刻 贾巴里没有意识到 这个女人以后在她的生命里 会占据多重的位置 而她现在满心都是 刚刚搬到新家的喜悦 搬好东西后 贾巴里决定下楼逛逛 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 她骑着单车 驶承在纽约繁华都市的街道上 街边的小广告都显得格外精彩 贾巴里路过了一家中餐厅 买了点晚饭 就在贾巴里吃得正宽的时候 突然听到旁边有人喊她的名字 贾巴里才发现 前女友卡门竟然在旁边吃饭 世界真是小呀 两人寒暄了几句 卡门对她的态度 本来是充满轻视和嘲讽的 可当她听说贾巴里 目前正就职于知名漫画公司 还有希望出版自己原创漫画的时候 态度一下子变得亲密起来 甚至还想约贾巴里 有机会一起吃个饭呢 贾巴里并没有给卡门回应 她骑着自行车回了家 贾巴里到家时 刚好两个朋友小黑小白也来了 他们俩劝贾巴里好马不吃回头草 你那个前女友不靠谱 就是个贤贫爱富的家伙 可等朋友们走后 贾巴里一个人站在阳台看夜景 下面路过的行人都是出双入对 而自己只有一头丑熊相伴 贾巴里还是觉得有点寂寞 她忍不住打开了社交软件 找到卡门把她约了出来 两人约在酒吧 卡门显然精心打扮过 眼角眉梢都是诱惑 两人相谈甚欢 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两人喝着喝着就上了头 气氛逐渐暧昧了起来 如干柴烈火的两人 迸发出激情电火花 第二天一早起来 贾巴里就后悔自己 昨天做的事情了 可卡门并不想放弃 眼前这个潜力骨前男友 无奈之下只好答应贾巴里 两人重新从朋友做起 打发走了卡门 贾巴里独自骑着单车 在街头游荡 他尽情地享受着大都市的繁华 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遨游 车上坐的女人 正是贾巴里的邻居梅多 他看到贾巴里的背影 似乎觉得有些面熟 不过他也并未在意 作为一个摄影师 梅多每天很早就起床 他放上自己喜欢的音乐 点上熏香 开始用冥想放松精神 这一切做完后 梅多就来到了自己的暗房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与梅多相比 贾巴里就轻松得多 他跟朋友们大白天就吃吃喝喝 闲来无事就逛超市 去酒吧 泡夜店 这是属于赫尔蒙的夜晚 酒精在空气中弥漫 每个人的大脑都被酒精所侵蚀 一群群扭动的男女 此时在贾巴里的眼睛里 变得十分不真实 这就是年轻人追求的刺激 夜深了 贾巴里和朋友们 还想去一家会员制的夜店 继续玩 可被保安给轰了出来 因为他们没有会员 三人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 决定去一家地下敌厅 继续狂欢 这样玩了一整夜 第二天 贾巴里虽然人上班了 但是魂明简没跟来 整个人无精打采的 这时候 同事林带着礼物过来找贾巴里闲聊 他阴阳怪气地表示 贾巴里创造的拉格先生太黑暗了 这间公司是一个洁白明亮的公司 从前出版的作品都是主旋律作品 肯定不喜欢这种非主流的 街头黑暗风格的艺术 面对着林的POA 贾巴里完全不相信 林开始转换话题 他问贾巴里有没有注册司徒时 这是一个聊天软件 据说里面都是没 贾巴里没下载这个 就等于错过了一个亿呀 然而贾巴里对此毫无兴趣 他得努力画画 没人打扰的贾巴里 终于能静下心好好创作了 到了深夜 忙了一天的贾巴里实在累坏了 他趴在桌上做了一个梦 梦里拉格先生变成了一个巨人 手握双枪 冲着贾巴里疯狂扫射 无论他跑到哪里 可怕的拉格先生都对他穷追不舍 关键时刻 一个身穿白西服的拉格先生出现 救了贾巴里 贾巴里十分好奇 拉格先生在哪儿搞了一身白西装 拉格先生却说 这不是符合你公司喜好的装扮吗 贾巴里醒来觉得刚才的梦十分荒诞 他一个人缓缓走出公司 看着墙上挂着一个个超级英雄的形象 贾巴里开始怀疑自己 难道暗黑又疯狂的拉格先生 真的与公司漫画的风格格格不入吗 筋疲力尽地回到家 电视上正在播放着司徒时的广告 贾巴里消沉地躺在沙发上 还在思考着白天的事情 深夜 贾巴里被一阵音乐声吵醒 他怒气冲冲地冲到门外 发现邻居正在举办派对 贾巴里寻找派对的主人 打算好好理论一番 可主人迟迟不出现 一个趁一男拦住他 说贾巴里强闯私人派对 就是耍流氓 两人话不投机 越聊火药味越浓 就在这时候 梅多出现了 贾巴里看到梅多惊为天人 立刻所有的烦恼 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这是两人第一次正式见面 梅多说 这派对是他的 音乐太吵 实在对不起 还热情地邀请贾巴里喝一杯 贾巴里婉拒了 贾巴里离开后 梅多和闺蜜都在议论贾巴里的帅气 这天晚上 贾巴里的梦里全都是梅多 第二天早晨 贾巴里正在做晨间运动 突然有人敲门 贾巴里开门 发现梅多正站在门外 贾巴里吓了一跳 赶紧关门重新调整好姿势 再开门与梅多交谈 梅多为昨晚的事情道歉 还说要请贾巴里吃饭 当陪罪 贾巴里赶紧找出自己最帅的衣服 打扮好 便与梅多出了门 走在路上 贾巴里十分绅士地走在外面 果然引得了梅多的好感 梅多将贾巴里带到了 自己最喜欢的汉堡店 听说贾巴里是拉格先生的作者 梅多十分惊讶 他也很喜欢拉格先生这个漫画人物 只是听说贾巴里跟宇宙漫画公司签约了 倒是有点担心 从饭店出来 贾巴里和梅多漫无目的地闲逛 两人一边走一边聊天 才发现彼此是多么的合拍 两人擦出了浪漫的火花 贾巴里突然想带着梅多去一个地方 他们顶着鱼跑到了一个阴暗的小巷子 贾巴里将一面贴满广告的墙清理出来 原来这墙上画着他的第一副作品 梅多感动地举起相机 记录下贾巴里微笑的瞬间 黄昏时分 两人回到家 依依不舍地分别 没多久 贾巴里的朋友小黑来找他玩 小黑听说贾巴里对梅多有好感 赶紧盯住自家兄弟 千万不要跟邻居谈恋爱 他早前在自己公寓的洗衣房里 认识了一个白人女孩 经过一番深入交流 两人对彼此都十分满意 很快坠入爱河 时料有一天 警察来找小黑 说他的白人女友是俄罗斯间谍 还说小黑是包庇罪犯 害得小黑差点坐牢 所以千万别相信女邻居 另一边的梅多跟自己的好友李德 一起参加一个艺术品派对 李德打算在派对里找到老板 向他们推销梅多的作品 这个派对十分诡异 从寄屋开始 梅多就感觉十分不适 李德被前女友叫走应酬去了 梅多只好一个人坐在吧台间发黑 凑巧的是 小黑和贾巴里也在派对现场 贾巴里将梅多指给小黑看 看到美丽的梅多 小黑一改之前的论调 鼓励贾巴里勇敢追求自己的真爱 在小黑的鼓励下 贾巴里去找梅多聊天 两人都十分不喜欢这个派对的气氛 于是一起走出派对 贾巴里只有一台自行车 但梅多就算穿着 华伦天奴昂贵的小礼服 也可以站在自行车上 跟贾巴里一起兜风 夜晚的华盛顿灯火璀璨 一盏盏明灯好像银河里的星星 闪烁着迷人的光 两人就在这一片星河之中畅阳 体会着从来没有过的心灵相通的感觉 第二天 梅多去拳击俱乐部运动 跟闺蜜聊起了昨天的事情 闺蜜觉得十分诧异 梅多居然没跟贾巴里本来打 梅多 你是小姑娘在谈一场柏拉图的恋爱吗 闺蜜说 自己跟老公第一次见面 两人就在饭店的洗手间里大战三百回合 人就要追着感觉都才对呢 可另一边 贾巴里也在被两个好朋友嘲笑 昨晚那么好的气氛 贾巴里居然把美女放回家了 贾巴里 你不会不行吧 可无论是梅多还是贾巴里 都觉得没有感情基础的肉体接触 根本一点也不美丽 可是说是说做是做 当天晚上梅多就后悔了 他敲开了贾巴里的门 想对他表明心悸的时候 贾巴里刚好也在想梅多 两人情投意合 一起度过了浪漫美妙的一夜 从那天起 两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一起骑单车踏青 一起拍照 一起参加朋友聚会 一起跳舞狂欢 在梅多的陪伴下 贾巴里灵感如泉涌 漫画的创作也十分顺利 可不料两人的幸福生活 在一个夜晚 戛然而止 那天晚上 两人照常洗漱 上床睡觉 深夜的时候 贾巴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把梅多吵醒了 他迷迷糊糊打开手机一看 就彻底清醒了 竟然是贾巴里的前女友卡门 给他发了了几张性感照片 照片里卡门穿的 正是贾巴里的衣服 还说他们昨天见过面 梅多辗转反侧 一夜没睡 心里开始对贾巴里的人品 有了怀疑 难道他背着自己 跟前女友还有来往吗 那天卡门叫贾巴里来家里帮忙灭属 贾巴里脱了衣服 打算大干一场 却不料两人差点被一只老鼠团灭 慌乱中 贾巴里将衣服放在了卡门家 贾巴里早晨醒来 发现梅多已经离开了 那边的床铺铺的整整齐齐 而贾巴里的手机就放在梅多的枕头上 贾巴里猜到 梅多已经看到那条短信上的内容了 他肯定是赌气离开的 贾巴里询问自己的好友小黑和小白 如何才能让梅多消气呢 朋友们觉得 贾巴里应该去跟卡门好好说清楚 分手了就不要再联系了 于是贾巴里找到卡门 让他不要再给自己发那种暧昧的短信了 现在两人只是普通朋友 卡门敏感地察觉到贾巴里有新欢了 他怒气冲冲地质问贾巴里 你之前说不想跟任何人谈恋爱的话 都是借口 两人不欢而散 此时的梅多整天忙着跟朋友们筹备艺术展 晚上 梅多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 发现贾巴里正在门口等他 梅多让贾巴里进门 贾巴里想跟他解释自己与卡门的事情 只是一场误会 可梅多却不想听 他告诉贾巴里 或许他们之间的关系进展得太快了 他们两人应该分开一段时间冷静冷静 好好思考一下这段关系该何去何从 于是从那天起 两人真的不再见面 为了忘却痛苦 两人将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 果然 智者不如爱河 寡王一路朔博 没了爱情的羁绊 贾巴里的漫画进展突飞猛进 很快就到了即将出版的阶段 就连曾经嘲笑过贾巴里的林 都转头来巴结他 贾巴里想将这份喜悦告诉梅多 于是他想跟梅多发短信 可是信息编辑了一半又删掉了 与此同时 梅多的艺术展也布置得差不多了 梅多在纠结 要不要在最好的位置 挂上自己最喜欢的那幅作品 那是一张贾巴里的特写 朋友们都说 这张照片很有活力 可梅多依然拿不定主意 很快到了贾巴里的生日 他的姐姐大老远来纽约帮弟弟庆祝生日 贾巴里跟姐姐说了自己跟梅多的事情 姐姐劝贾巴里 喜欢女孩子 就要主动去找她 面对面地把误会说开了 梅多的艺术展当天 闺蜜来参加艺术展 感觉梅多的状态不对劲 她猜梅多应该是在等贾巴里 闺蜜告诉梅多 如果你要想找到属于你的那个人 就需要敞开心扉 无论贾巴里是不是你的真面天子 你都应该主动一点 对她说明你的心意 梅多听了若有所思 艺术展开始了 作为摄影师的梅多应邀上台 为大家讲述她的创作心得 就在梅多上台即将演讲的时候 贾巴里也来到了艺术展 梅多看着贾巴里 不自觉地将心里话说了出来 每个人都会做错事 说错话 她希望可以将瞬间定格 然后给彼此重新来过的机会 梅多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掌声惊久不息 可梅多却发现贾巴里不见了 梅多连忙走下台四处寻找 却始终不见贾巴里的影子 直到她走出展会大厅 看到门口汉堡店的广告牌匾上 竟然画了拉格先生 还有一句 只有他们两个人才懂的暗语 梅多立刻知道 这是贾巴里对她的邀请 她赶紧打车 赶到了两人第一次吃饭的汉堡店 贾巴里正在那里等着她 小别重复的两人激动地拥吻在一起 在灿烂的夕阳里 在唯美的星空下 这份感情终于得到了彼此的回应 在影片的最后 还有一处彩蛋 影片里随处可见的大火的约会软件 司徒石 其实是用于盗窃身份的木马病毒 司徒石的创始人 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 已经盗用了超过1.5亿美元的资金了 所以钱并不能买到真爱 真爱还是要用真心去换 爱月星空这部电影 讲述的故事十分简单 甚至有些平淡 但是它所营造的氛围感 是整部影片的亮点 无论是从画面与色彩的运用 还是音乐与剧情的配合 都堪称经典 这可以说MV里剧情最精彩的作品 也可以说是电影里音乐最出色的作品 在电影里 我们看到了美国年轻人对爱情的态度 热情奔放 却也十分真诚 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 爱情是需要经营的 只有经营过 感情才会变得真实